今天介绍一种在农村非常常见的杂草 它呢 看着很不起眼 可是在中医的眼中 它却是一种非常好的药用植物 走吧 现在跟着镜头 我们一起去认识一下 首先先给大家看一下 我现在所在的一个环境 就在一个林下 这下面的一个山边上 这种草其实在我们这边非常常见 一般一些道路旁 水沟边 潮湿一点的沟谷的地方 都能看到它的身影 像这种地方 本来平时也是有水流的 只是太久没下雨 有点干了 大家注意看这个左边 眼前这一株正在开着花的 就是今天的主角了 它边上的这棵是岩芙木 现在我们来抽镜 来看看它的样子 它的学名叫现鳄三梗菜 这个名字大家是不是觉得耳熟 对 我之前的视频里头 有介绍过一期叫三梗菜的植物 和今天这一个 它是同棵同鼠的 也是结梗科半边连鼠的多年生的草本植物 不过这种它的植株会更高大一些 可以长到80到150厘米左右 叶子也比较大 它的金子里全中都是没有龙毛的 而且它的上部经常会分支 所以让它整个植株看起来就比较大 它的叶护生排成两行 和三梗菜不一样的 它是薄子制的 成这种连状披针形 边缘有这种小尺 每年的8到10月就是它的花果期 它的花罐有浅纸红色或者是白色 裂片接近这种二层型的 再来看看它结的果实 它这个时候还没成熟 成熟了以后 它果实里头裂开 里面会有好多的种子 那它都有什么价值呢 首先中一上 它的这个羹 叶子或者带花的全草 都可以做药 它的药性就和三梗菜一样的 而它的花呢 也有一定的观赏价值 那在我国它主要分布于广东 福建 江西 湖南 以及浙江等地 视频前的朋友们 在你们家乡的路边 能不能见到这种 现厄三梗菜呢 如果你还知道它的其他用途价值的 也欢迎您在留言区一起 留言探讨 好了 这期视频分享到这里呢 就要结束了 我是朗朗 每期都给您带来不一样的植物知识 如果你喜欢 记得点个关注 我们下期再会